那现在到海外这个买房置业已经成为了很多中国人这个投资理财的一个首选或者说一个非常火热的这么一个状况 那主要的原因呢首先是国内来讲目前投资渠道非常狭窄啊 那么股票今天又经过大跌房价已经涨得非常高了 所以大家没有什么更好的投资途径 而从现在来讲人民币处在一个贬值的周期里面 那大家希望能够借用强势美元 美元升值这样一个周期时期的财产能够更多的保值增值 那第三方面呢美国这边相对法律环境比较好 特别是私有财产啊 土地是永久使用的 私人财产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保护 所以现在很多国内的人愿意在美国买房作为一个投资置业保值增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财手段